三十一年前的今天,在专制暴政的中国,有这样一群优秀的学子,他们为争取民主、自由,牺牲了自己年轻、宝贵的生命与健康,他们是值得人们尊敬和悼念的真正英雄,他们的光辉事迹将永远刻在人类追求文明的抗争史上, 他们的勇敢行为将激励全世界人民为正义而斗争到底,感恩你们六四学子